大家好,我是杰奇,歡迎來到專利洞察 當蘋果剛踏進手機市場時 迎接它的不是鮮花和掌聲 而是一張滿滿都是專利地雷的地圖 而且還是那種你非踩不可的地雷 這就是所謂的標準必要專利SEP 簡單說,如果你想做手機 就一定要用到的技術專利 像是GSM、3G、UMTS、WiFi、H.264的影音編碼 不管你都有創意 只要用到這些標準 就必須跟專利使用人打交道 故事要從2007年說起 那年史蒂夫·賈伯斯拿著初代iPhone站上舞台 在全世界的目光下 還還說出那句經典的 Today, Apple is going to reinvent the phone 全觸控螢幕直覺化操作 外型精緻到讓人忘了它是一支手機 台下觀眾驚呼連連,媒體真相報導 彷彿一個全新的時代正要揭開序幕 但在聚光燈背後 蘋果馬上面臨一個冷冰冰的現實 要讓這支夢幻手機不只好看 還能打電話、發簡訊、上網、收信、看影片 就得實作一整套國際通訊與多媒體標準 每一項標準的背後 都是各大電信、網通、影音巨頭化的多年時間 鋪下了專利網 更關鍵的是 這些不是你想繞就能繞過去的專利 他們是標準必要專利SEP 只要你想讓手機符合全球標準 能在全國網路上運作 就一定得用到他們的技術 換句話說 蘋果雖然顛覆了手機的外觀和操作邏輯 而這片叢林可不是隨便走走就能安全通過的 每一棵樹上都掛著別人的專利標牌 每一條小徑都可能藏著高額授權費 隆藏談判 甚至隨時冒出一封律師函或一隻樹狀 對剛踏進手機市場 又沒有通訊專利籌碼的蘋果來說 這不只是一場創新之戰 還是一場必須面對法律、商業和策略的硬仗 很快啊 第一波挑戰就殺到了門口 2009年Nokia直接出手了 這可不是隨便一家手機公司 而是GSM與三具標準的重量型玩家 幾乎可以說是手機通訊技術的原生大地主 他們指控蘋果侵犯的實相與GSM、UNTS、WLAN有關的標準必要專利 並要求依照Friend、公平、合理、非歧視原則付費授權 對於當時的蘋果來說 這簡直像是剛搬進新房子 鄰居馬上拿著一大碟地氣跑來說 欸,你家廚房、客廳、陽台全部蓋在我的地上 要住下去可以,來談一下租金吧 問題是 蘋果那時還沒有任何能拿去交換的電信專利籌碼 不像老牌手機廠可以互相交互授權 抵銷部分費用 只能硬著頭皮上場 打一場吃手空拳的硬仗 更棘手的是啊 SEP爭議可不只是談錢這麼簡單 背後還有一個足以讓新進者睡不著覺的武器 禁制令 如果SEP權益人成功向法院申請到禁制令 你的產品就可能被擋在市場門口 不管設計多漂亮 功能多強大 連賣都賣不了 2012年 美國的波納斯法官在Apple vs摩托羅拉案中 做出了一個關鍵的裁定 已經承諾Friend的SEP不應輕易核發禁制令 因為這些專利是標準不可或缺的部分 傾權糾紛更適合用金錢賠償 而不是一刀來切斷市場 這對蘋果這類實作方來說 算是終於鬆了一口氣 至少不用擔心隔天醒來 產品就會全面下架 不過鬆口氣歸鬆口氣 訴訟壓力並沒有因為這條判決就消失 在SEP的世界裡 真正的戰爭從來不只打一場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談判 訴訟 和解 再談判 就像走在一條鋪滿法律地雷的長廊 每一步都得小心計算 因為踩錯一次 代價可能是整個市場 接下來的幾年 蘋果幾乎是一路徘徊在專利戰場上 剛和Nokia的訴訟拉鋸結束 2011年雙方達成和解 一次性付款 再加上後續的權利金 就像花一大筆保護費換來市場通行證 雖然外卻不知道切切金額 但普遍認為絕對不是小數字 畢竟Nokia在GSM3G專利上的份量 蘋果心裡很清楚 緊接著Motorola的大刀就揮了過來 他們開出了一個令蘋果驟銘的條件 以整機售價的2.25%當作SEP授權金 別小看這個比例 對一隻高價iPhone來說 這可是幾十美元直接從毛利裡被切走 而且還是只給一家專利權人 如果其他SEP只有人也照這種算法 那就是一場專利碎大洪水啦 蘋果當然不接受 直接反擊 雙方在法庭上你來我往 甚至還牽動美國法院對Fland費率合理性的討論 然後就是那場全球矚目的高抗爭議 這不是單純的專利授權問題 而是把晶片供應和授權綁在一起 想要晶片就得先簽專利協議 付專利費 對蘋果來說 這就像是進餐廳點餐 結果老闆說 先買一張我出的會員卡 不然這道菜你吃不到 雙方從談判桌吵到法庭 又從法庭吵到媒體 直到2019年 才終於達成全球和解 簽下6年期的授權協議 外加一份多年的晶片供應合約 才算是暫時放下刀劍 所以從外面看 iPhone的故事像是一條暢通的高速公路 一路飛遲 銷量年年破紀錄 年年還創新 但在專業世界裡 蘋果其實是在一條搖晃的鋼索上行走 一手抓著授權談判 一手擋著訴訟攻擊 還要時刻盯著前方 確保下一代iPhone能如其喪失 不會因為一紙禁制令被卡在倉庫裡動彈不得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 進入手機市場不只是筆創新 更是一場專利策略的硬仗 你要有產品 還要有談判籌碼 法律策略 否則再漂亮的設計 也可能被SEP擋在門外 下一集我們將揭開 IBM專利帝國的秘密 看看他是怎麼稱霸30年的 好這次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我是杰奇 解析專利帶你們要懂創意 謝謝你看到最後 那我們下次見 掰